大家好,我是越时光编辑总经学长 今天所要跟大家介绍的是Roger DeBee Excalibur王者之间系列的Porsalian万表 那Roger DeBee在陀飞轮领域的地位当然是数一数二的 尤其在镂空陀飞轮几乎没有什么其他品牌可以跟他相提并论 但是Roger DeBee不只是技术厉害,尤其在工艺上的表现也是一流的 那工艺跟技术这两者在这一款Porsalian万表上面 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 那首先Porsalian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它其实是亚瑟王传说中的一个迷雾森林 那刚好也呼应Escalibur系列王者之间的亚瑟王传说 那在面盘的部分你可以欣赏到这个 这个是它的机心,手上链机心是这个RD505SQ机心 那在这个机心本身你可以注意到 它几乎大部分的零件结构都已经彻底镂空化了 只留下了发条上面的五芒星的支架跟这个飞行驼飞轮本身 而且这个驼飞轮的这个斧头状的这个造型也是它一大特色 那表背的部分呢 跟正面一样,呼应正面的这个镂空化的处理 所以呢,也是一样大部分的零件几乎都完全镂空化了 只剩下这个驼飞轮跟五芒星的支架本身 而且更厉害的是在于说它不只是镂空 你可以注意到它的打磨 抛光倒角 甚至于这个纤细支架的上面的这个珍珠原点的打磨 都是非常非常讲究的 好,那回到正面 你可以注意到这一款刚才所说到的这个迷雾森林 之中呢,它就有一个很象征性的植物 就是长春藤 那长春藤的藤蔓呢 它这次是采用了金雕的方式来处理的 而且它不是一个平面依附在面盘正上方 它是采用了一个3D立体的一个结构 从镂空机芯之间呢,穿透 盘旋,然后缠绕到这个面盘之上 而且在这么纤细的支架之上呢 你还可以看到它上面非常精致的镶满的钻石 那至于这个长春藤的叶片本身呢 它则是以珍珠母贝的方式来镶嵌 而且一样它也不是一个平面式的镶嵌 如果从侧面看的话呢 你就会注意到它的珍珠母贝的部分呢 也是一个3D结构的一个立体的一个金雕 在工艺处理上当然是 其难度是不言可遇的 好,那呼应了这个表圈跟表圈内侧的这个相转呢 让整支表呢,复杂基芯、相转 以及这个金雕的工艺三者之间 形成一个冲突性非常高的一个工艺跟技术的一个表现 那以台币定价来讲呢 这一支万表它是定价是838万台币 那复杂基芯这个独一无二的这个工艺 以高级制表来讲呢 这样专为女性打造的复杂功能 几乎已经没有其他万表可以达到这个规格 那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呢 这么复杂的基芯呢 而且再加上工业处理 它还是经过了日内瓦印记的认证 可见它在这个细节上处理上面 所这个讲究的程度 那也造就了这一款Posellium万表 独一无二的一个工艺性跟收藏价值 这一款Posellium万表现